8月26日晚上演习攻略大结局,制片人鱼正在当天上午,就发文感慨舍不得。 而且观众在看完很多剧情后,都已经让人哭得不要不要的了。 而最后故事大概就是蛇师们饰演的贤飞进了冷宫。 红肉也走了,无几年饰演的魏英洛,成了最终赢家。 这也不愧是主角光环加深,但是最遗憾的是傅恒死了。 然后给魏英洛白的那句话让人泪目,而魏英洛后面再回的那句好,我答应你,也让人觉得想哭的感觉。 而作为这部剧的后期最大反派,袁春王由于自己做尽了坏事,包括害蛇师们的玄碑碑多, 然后用空骗红皱做错事,以及害了喜欢他的真儿,这些都让人不喜欢他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袁春王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有点十分奇怪的感觉。 不管是说话的那种语气,甚至包括走路的姿势,都让人觉得尴尬。 很多人都说他是演习攻略的代笔,关系故,肯定是和导演关系十分好等等说法。 很多观众都说,要是有第二部不要他来了。 而对于自己演这种后期黑化的大反派,袁春王的扮演者王茂磊,也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。 毕竟这部剧这么红了,肯定就会有人上升到演员层面。 前段时间张嘉宜的顺平就是一个例子,不过王茂磊并没有下场和网友互对。 不过在大结局之后,袁春王的扮演者王茂磊,就主动在社交平台法文致歉了。 他表示,对不起大家,袁春王,让你们添堵了。 这样一个可殊的人物,我向大家致歉,而其实从王茂磊这么快地说这句话可以看出,其实他真的融入感情去演了这个角色,所以才会有这么入戏的感觉。 观众不喜欢那是因为人家的确演得不错,所以也希望不要上升到演员的地步。 而王茂磊在社交平台的评论似乎的关闭了,可能是害怕被网友踢。 这也看得出他也受到了伤害了,而且王茂磊还透露了一小段剧情,那就是袁春王的己夫面孔中,有这么一副叫做皇子太监。 而在结合剧情来看,自己是被太后逼疯的,而太后的确说了谎,袁春王的身份的确是一名皇子。 但是当时太后只不过破语尊严不得不这么说,所以最后也没有让袁春王死而逝封,估计也是这个道理。 而其实王茂磊的袁春王在这部剧中一开始是一个好人,最后却因为自己的贪欲和私心已经太过自信,落得如此的下场。 如果他真的学会向太后所说不入子进城,估计早就能够结婚生子了。 但是这部剧就没有这么多袁春王黑话的过程了,甚至连剧情都见不到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